你敢相信吗?眼前的这家店铺呢,开业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就关门倒闭了 真是原因呢,让老板都感到绝望 大家好,我是佳哥,我们现在在汉口的一个老城区,汉政街附近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看一个店铺,一个你绝对都想不到的事 就是咱们面前这一家,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店铺之前呢,是一家卖熟食的 它是一栋住宅楼下面的底商,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位置破破烂烂的 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汉政街,地理位置可以说是特别的优越 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啊 刚好这边是长崎街和这边的广获巷的一个交汇处 也算是金角银边的一个好铺子 虽然说今天武汉的天气比较炎热啊,已经突破了40度 但是街边上来往的行人街坊还是不少的 这边就是广获巷 整个周围呢,还是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店铺的,做各种小生意的 从这个路口过去呢,就可以直接通到汉人街的步行街 品牌大楼和云上那里 小商品琵琶市场,也是全国非常有名的 它门口呢,这一条街呢,就是长笛街 说起这条街,老武汉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它是汉口非常著名的一条百年老街,全长4公里啊 有着汉口之根的美誉,一道夜幕降临呢 总是让人流连往返 相信熟悉这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里呢,是属于武汉内环的老城区 虽然说房子破旧看起来像城中村呢 但这位子可以称得上武汉地道的市中心 也是市区人口最运集的区域,没有之一啊 所以说像这里的铺面呢,一直以来都非常的抢手 像这样开业十多天就宣告倒闭的现象,真的是非常的罕见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了解啊,这个店铺是去年十月份从房东那里接手租过来的 装修好之后呢,本来计划是在十二月的中旬开业 可让这个店主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店铺所在的整栋楼啊 外墙在当月就开始进行改造翻新 一楼店铺的门口啊,全部都进行了打围 没有办法,只能延缓开业 谁知道啊,这一围就是半年多,过去了 直到今年的七月,门口的围栏才被拆除 随后啊,店铺才正式的开始营业 但是万万没想到是,开业之后呢,营业额也是不尽人意啊 加上呢,租下这个店铺之后 半年没有开业做生意 店主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后面呢,就跟房东商量希望能够减免一定的租金 可是这个请求呢,房东直接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再加上开业这十多天的时间里,生意啊,比预期相差的很多 一天是不如一天 最终啊,这个老板只能无奈的决定闭店转让 这个店铺的租金呢,一个月大概是六千块钱左右 再加上店铺加盟费,装修以及设备短短的半年时间就损失了十多万 好不容易开了一家店 开业十多天就宣告倒闭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不知道大家对此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视频的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